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挂爱是什么 哎呦 这孩子啊 哎呀 刚刚读小学 他以后大学怎么办呢 他以后工作有吗 他找女朋友行吗 他接着婚生得出孩子吗 这就叫挂爱 你听得懂了吗 多余的关心 啊 这不是叫你不关心孩子 而是让你不要挂爱 去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解决了之后就不要挂在心上 明白吗 嗯 明白了 嗯 像对长辈呢 对长辈一样 明白吗 就说该对他好就对他好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怎么样之后要放下挂爱 放下挂爱什么 年纪大了 如果真的我们尽了我们对爸爸妈妈都很孝顺 爸爸妈妈真的要走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你挂在心上 那么你对你的事业 对你的前途 对你自己本身的身体都不好 对不对啊 嗯 连自己的父母亲都会跟孩子说 你们不要挂念我 我挺好的 我没关系的 我这么大年纪总归要走的 对不对啊 嗯 你挂了之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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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能够延寿 那你就挂吧 问题你挂了之后 不能延寿 而你念经能延寿 对不对啊 还是要平良心去做 就是对了 我告诉你 你就算你不挂爱 你对他不好 我告诉你 你也有报应 就这么简单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在家修行也是更难 是吧 更难 实际上有时候出家那是咬咬牙 一跺脚就出家了 他什么都不管了 那就自己就归自己修了 那么在家呢 你今天刚刚修好了 明天又修好了 今天不挂爱了 嘴巴里想通了 过两天又挂爱了 所以师父活着累啊 就是因为就出家人 容易就在家居士难啊 嗯 师父现在 台长现在是在就就在家居士啊 你看我那些弟子 听台长开示的时候 哎呀 痛哭流涕啊 真好啊 哎呀 台长我真的改啊 过一个星期又吵架了 家里 你要是和尚的话 我跟他们讲完课 他们好好的 好好的开悟 很多把式开悟 开悟了之后人家就做了 嗯 人家在山上 人家没有挂爱 人家没有家 没有什么的 而我说 你们呢 刚刚教育好 就小孩子这样的 听话 听话 好了 过两天 又又又 naughty了 又不听话了 来吧 听话 好了 听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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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тысяч址